微电影近年来夯到发烧 就在最近台电公司也和台南昆山科技大学广告暨公共关系系的学生合作 拍摄了一部微电影《不断电的爱》 用单亲家庭中父亲对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来隐喻台电公司对这个社会的持续奉献 并呼吁大家来珍惜身边的幸福 这世界上有许多人事物发生在你我周遭 你认为是多么的天经地义 把别人默默持续地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 不去珍惜 《不断电的爱》在102年的1月10号 于台南的全美戏院首映 现场的气氛温馨感人 除了拍摄为电影以外 剧组也安排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包括有话大声说 让大家大声地喊出对台电加油的话 圣诞节的报家音 以及台电宝宝的扫街活动 学生也说 在这个产学合作的专案中 真的学到了很多 我爱台电 成大雄游 台电加油 台电我爱你 这世界这个产学合作有比较了解台电 一开始对台电是 我不知道台电在干嘛 那老师有给我们一些资料 我们用点量是其实是全球排行第二滴的 那其实这个在台湾一般人民是不知道的 在微电影的拍摄过程中 不只学生和参与的民众 对台电公司有了更多的了解 台电也在沟通的过程里 听到了民众的声音 昆山科大的指导老师何信东说 希望这样的专案合作 能够持续举办 创造双赢 也让学生能够拍出更好的作品 台电公司台南报道